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中将文革影响大大淡化 认为1969年后中国社会已逐渐趋于稳定 而习近平版党史的核心论述 其实就是说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 就要多方尝试 党始终将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 总言有错亦是情有可原的 习品党史首要的目的是要巩固共产党的专制 拥护习的路线 而重点是要唱好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必然走上小康社会 今年两年是习近平主政议是最关键的时期 今年是共产党建党一百年 从现在到七月甚至年底 大家都一定会看到中共大大小小 国内外的宣传机器 马力传开维护党的尊荣形象 巩固习的领导核心 宣传上党史又发挥了定海神针的效果 4月11日北京党中央办公室发出通知 要全面展开建党一百周年 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群众宣传教育活动 要求大力唱响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伟大中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宣传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5月底之前第一个阶段 要宣传 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全国两会 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全国精神 展示十三五时期发展的辉煌成就 宣传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美好前景 而5月之后到今年底 第二阶段就在六七月期间形成高潮 宣传贯彻习近平 将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面的重要精神讲话 和党中央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 全党和全体人民实际上 都是要围绕习近平做个人崇拜 这些亦都是为了明年确立习近平正式联任 而终于一步巩固领导核心的策略 习近平的主政都断了十年 而他已经改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主政者只做十年这个惯例 实施终身制 大家到目前为止 现在都不清楚他底下有什么角力 还有这些角力有多厉害 依照过往几年下来的观察 江派势力虽然被大力整顿 但是在恐怖平衡底下 江泽民和他的子孙 以及他的亲信 曾庆雄等等 都没有被整 但是也不代表习近平没有出手 是恐怖势力 他第一个要务上任以来 就是重整军区 整顿武警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要务 就是令国内外的中文媒体跟党性 历经接近十年的深耕 其实习近平几乎可以说 是令媒体姓习 第三个要务是整顿和江派 和各个太子党有关的大元跨国企业 最近发生了事 阿里巴巴马云 腾讯马法腾等等 成为了处置目标 明年二十大前 中共宣传机会 有继续打击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巨头 大造文章 军权 对媒体的控制 和裁员 都被大幅削落之下 江派想要在二十大 反倒习近平 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 无论如何 捉住这个宣传机器 在习近平的内斗之中 似乎是稳粗胜券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